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这是林小和谈投资理财的第六十集 今天是2022年6月6日 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如果你有看过6月6日断场时 那部电影 也就是Deep Day 对于今天这个日子 应该会有些感伤 历史上的今天 在1944年的6月6日 盟军发动诺曼地登陆战 那天伤亡几十万人 非常惨重 不过6月6日也是一个大好的日子 一般人都会讲六六大数 其实很多事情都有它的一体两面 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 就会呈现不同的面向 例如前阵子美股一直跌不停 有人担心到受不了都快崩溃了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这不正是逢低进场的好机会吗 不管遇到任何考验或困难 你只要正向去思考 就能看到阳光灿烂充满希望 如果你想到的都是悲观的那一面 那你看到的就是一片迷雾 看不清人生路 现在是下午6点时分 来看一下国际股市的行情 今天台股市涨的 欧洲三大股市也是涨的 目前美国道琼棋子跟阿尔斯达棋子也是涨的 今天6月6日 六六大数 果然是一个好日子 今天就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 今天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